好 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就讲完了啊 还是不错的 好 那讲完第一个知识点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提到的叫 缅压火牛土霸的施工质量控制 也刚才强调 这就是所认知到的最最重要的点 提到19年考了 20年又考了 19年考案例 20年考选择 其他的什么1415年 等等12年 甚至前几年 咱在这儿都是有个想法的考点 因此对于它的掌握 一定要再次注意 好 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首先来去看第一个 你都要知道 到底这个缅压火牛土霸 它的施工控制要点 包括哪些 为什么要进行施工控制要点 因为这一些因素 会影响它的施工了 好 来看哪些因素呢 就是影响缅压火牛土霸的 施工质量的因素 主要有 缅压时半核料的干湿度 蟹料平仓缅压 以及碾压火牛土 养护和防护 那么这样的描述和前标 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点 无论是质量控制 还是咱们在整个的什么技术要点 都要从两个角度入手 一个是施工 一个是材料 好 不错啊 看来已经得到了我的真传了 来 这个 第一个就是这套材料 那么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认知到的施工工序啊 材料在碾压的半核物的干湿度 因为干湿度就是VC值 因为这个VC值指导的 它是工作度 好 那么施工呢 馅料平仓碾压 还有我们所提到的碾压后的 各个的防护和养护 所以一样的 是不是 那么只不过呀 具体的表达 咱就有相关的相同和不同点了 好 首先来去进入到的第一个 叫材料控制啊 或者说你可能拿到你的课本 不管是20年的 或者19年的那个书上啊 并没有给出这样的逻辑关系 那么我呢 给一个小标题 那你在真正的学习和复习过程之中 你真的能根据你的一个小标题 去干得到一些合金考试的 啊 这个要求明确了 好 我们来先去看材料控制 那么材料控制呢 关心的就是我们一个点 叫配合笔的设计参数啊 第一个点 就是配合笔的设计参数 那配合笔是不是混凝土前边咱也学了呀 啊 咱学到哪呢 说在讲材料的时候提到 混凝土的配合笔有两种表达方法 一种呢 就是单位体积它需要的量 第二种呢 就是相对 那么相对的有几个措辞 还记得吗 混凝土的配合笔 用相对量来去表达的时候 有我们所设计到的 杀绿 还有呢 水胶笔 还有酱谷笔 也可以叫做单位用水量 这样的表达是三个 那是普通的混凝土 那么对于这个干瓶的碾压混凝土 它除了这样三折以外 还包括其他的内容 我们来看具体的点 第一个啊 也叫水胶笔 没问题 是一样的 水胶笔吗 水胶笔指的是谁 指的就是水笔上胶凝材料 而这个胶凝材料 在这儿的组成 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水泥 加上活性残合料 比如说 我们所认知到的粉煤灰 框扎 硅灰等等 加上活性残合料 啊 这样的要点 这就是叫的水胶笔 那么我们学院上来问我 是老师水胶笔和水灰笔一样吗 水灰笔叫水笔 水笔上水泥 那是以前的 那么现在咱叫水胶笔 叫水笔上水泥加活性的 也能一样吗 在计算过程之中 你一定要盖着到 你不要去丢了这个仓和料 好吧 格子 您就啊 现在咱一般不说水灰笔了 我就说你说水灰笔的 那么不严谨 你严谨的做法就是水胶笔 啊 这个要注意 好 这是我们提到 简单回忆的一个定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 气质 我们对于棉沪凝土的水胶笔啊 它的值 以不大于啊 零点六五为好 也就是说这个水胶笔 越大于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 主要针对的是它的强度 还是其他的性能 那你来回答我 就是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吧 我学校说 当然是越小越好了 那么它越小就代表的 我们所认知到的这个胶凝材料 它的笔质要大 胶凝材料的笔质要大的话 它的强度各项性能都是比较好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要去明确 但是呢 你水泥啊 你不能高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你还会去影响水化热啊 等等 所以呢 在这呢 我们会给出一些适宜的水胶笔 在这一块就是0.65啊 比0.65 再小了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些经济啊 等等点啊 所以这是0.65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学员有没有疑问啊 因为在前边的耐久性里边 可以到了 碾压糊凝土吧的时候 它的水胶比不一大于 0.70 惨烈的说啊 是 我们居然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真出了 山老师我咋办 挺好啊 如果真出了 我怎么去办 会不会这两个数字都会给你呢 都会说会不会都是给你的 这个我还真说不准 就是会不会都给我 我现在真的不敢看清说了 这样的知识 如果都给你了 你一定要去看 这个背景资料里边 给出来的是什么 如果他说 挺好啊 挺好 挺好挺好 设计规范 跟施工规范太棒了啊 来好 所以我前边有相关的括号了啊 如果是根据 什么 碾压混凝土的施工规范来 你就要去看这个了 0.65 如果说根据什么材料的耐久性啊 等等 你就选 0.70 啊 这是我一直在说到点 所以你要去看 他前边根据的这个规范是谁 好 明确了啊 这是贴的第一个 这是我们说啊 这是真遇到了 是这样去做 那么有需要就上来 如果不给前边的 我怎么办呀 直接就说 碾压混凝土吧 他的水胶比 或者碾压混凝土 他的水胶比 他的控制是什么 到底要0.65 还是0.70啊 如果真出了这样的一个题 那么这一道 无论你选0.65 还是0.70 他都会给你分 明确了啊 如果真出了 他就会给你分 不用不用不用 不一大鱼 或者说一小鱼 0.70 0.65 如果真出了两个数字 他都会给你分 这个就是咱们退一万步讲 但是我 我的认知啊 咱们的初教老师 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前后不一样的 他不会去除 这是我一直这么认为的 但是 要说20年啊 20年他就出了一个 前后不一致的多选题 这是我们 不知道我们学员 有没有做过20年的题啊 就是关于我们的 渗流分析的时候 对于土石吧 到底有没有那个渗流压力 我们学员一直在纠结啊 说到底我选不下 那个渗流压力呢 那我如果选了 那个渗流压力 这两分 我到底会不会得呢 但是据啊 选了四个啊 那么据我们学员的一个分值啊 告知我了以后 就是选四个的 好像选三个的 并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说 这两分我丢了 不是的啊 因此啊 再次强调这个呢 很可能是我们 主考老师 就是出教的老师啊 出教的老师 出题的老师 他的一个 稍微的一个书点啊 我觉得在21年 以及以后的年份 他们会避讳这个点的啊 因此那一道题以后 就是无论你选三个 还是选到了四个 应该都会拿到两分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 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是强调了咱们一个学习的要点 你千万不要去钻这个四牛角尖 到底怎么地 你来告诉我 到底出乡这两个 我选哪个 我们给出来相同的方法 好吧 好 这是提到的第一个 取交笔啊 也是回忆 来看第二个 杀绿 那么杀绿 我们再次去回忆一下 杀绿 它的一个笔值叫 杀 笔上 小括号 杀 加十 尤其是这个十啊 特别爱出现 小十 大十 中十 这样的一个要点 是吧 所以在这个知识上边 我们要再次去明确 这个杀绿 它的计算值 好 杀笔上 小括号 杀加十 那简单回忆 回忆了 完了以后 就让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在杀绿上 咱们最喜欢的叫什么 叫最佳杀绿值 这个最佳杀绿值 对应的水泥 是最少的时候 还是最多的时候 拿不拿的 也不差那两分 好 我们学员说到 如果是最由我来说 多选题 我肯定要是 保二增三了 那我就 选那几个 我有把握的 那个没把握的 我就不选 那么这是最最明智的选择了 好 所以在这一块 最佳杀绿 就是水泥最少的时候 对吧 好 我明确了 好 那么 所以啊 你在选择最佳杀绿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相关的值 进行一个对比了 好 我们来看具体点 如果使用天然杀石料的时候 三级配的碾压 或您挑的杀绿 是我们认知到的28到32 二级配的杀绿呢 我们给到的是32%到37% 好 提到第一点 三级配和二级配 谁对应的最大 十的力竞是最大的 也就是谁对应的这个最大力竞是大的 二级配和三级配 好 谁 三级嘛 我们提到了啊 二十 四十 八十 一百二 或一百五的对应情况 五到二十的是一级 对吧 五到二十 二十到四十 最大是四十的时候 是二级配 那么三级配呢 最大的是八十 所以在这一块 最大的是八十的是三级配 最大的是四十的是二级配 这样的要点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三级配的杀绿要小 二级配的杀绿要大呢 这个要知道 为什么说级配良好 这样的要点 级配良好就代表着 咱们是小颗粒去充当大颗粒的一个孔系 对吧 那么小颗粒充当大颗粒的孔系 那么用到的水泥就少了 所以它的杀绿就低啊 OK 这就是极配良好 表面积也可以这样认为 嗯 对 我们可以从表面积来揉受 也可以从咱们宏观上来说到的 就是你小颗粒已经充当了大颗粒了 那么再给水泥留下的位置就少了 所以你不要呢 水 这个杀绿它就小 可以从骨架 都是OK的 表面积大 也没问题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个杀绿啊 给到的一个值 好 那么在这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进行了大小的一个区分 我们就明确了 那么在考试过程中 水泥里边那么多数字 好不容易前标你给我了一个3C 我记住了一个点 那么在这儿你又让我记啊 那必须的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你记住大小的问题以外 我们来看 是28%到32% 32%到37% 也就是你要去区分 这个28还是37 来 我们来做个游戏啊 也就是说呀 现在我有10块钱 那么我们是28分还是37分呢 28分37分 你2我8 你3我7 那只有这两个方案 你选哪个 你要几块钱 你要37分啊 对呀啊 所以在这一块 其实就是咱们28分37分的一个要点啊 就要说我当然要37了 我要8块钱 不行 我还要8块钱呢 55啊 在这555 要么你就28 要么你就37 只能选其中的A和B 不能选其他的啊 啊 所以在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分 那么2828分28 那么对应的是三级 而37分 那么对应的是二级 我学校说 2不是2 3不是3 我就可以了嘛 对 好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啊 这些数字呢 就是我们来从游戏中去挖掘这些数字的规律 那么你就没有问题了哈 好 我们知道大小的问题啊 我们知道大小的问题 然后呢 知道28分还是37分 聊起来这个要点 在这儿出题就不会出错了 在这儿再次出题就不会错了 好 这个就是提到第二个杀率 那么也是一个共性点 第三个叫单位用水量 啊 那前面说降古比吗 但是在这个点上啊 咱们在凭互凝土给到的是单位用水量 因为它是单平混凝土 因此它的水是比较少的 更要进行像的一个把控啊 所以叫单位用水量 一个要点 好 第三个 那么123就是前面根据相关的一个普通混凝土 它的有关知识是来的 三个是一样 那除了这三个以外 你爱混凝土你的特殊性 还表示在你的配合比多了两个啊 叫掺合料掺量 掺合料掺量 因为在前边提到一个特点 它叫什么 大量掺入了 大量掺入了粉煤灰 对不对 大量掺入了粉煤灰 粉煤灰是什么 粉煤灰是它的掺合料的掺量啊 掺合料啊 所以要去控制它的掺量 如果这个掺量啊 大量大到65%了 你要去做专门的一个实验论证 就OK啊 所以在这个点上了解 那么除了我们所需要的掺合料以外 还有一个外加剂 也增加到了碾压混凝土配合比之一 所以在这个点上要再次去明确了 好 这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个配合比的设计三顺 再次去读一案 我去强调一下 第一个它的考点就是给出你下列属于碾压混凝土的配合比参数 包括谁 第一个特别大的考点 也就是咱常考的 以前考都是考的是下列属于混凝土配合比的是谁 那么在这儿你要知道 碾压混凝土的配合比除了前三个以外 还有掺合料的掺量外加剂 好 这是第一个方向的大考点啊 你要回答 那么第二个就涉及到了有关于杀率的选择题 最佳杀率二级配和三级配具体对应的数字是什么 好 那么整个的我们所提到的碾压混凝土的配合比 这两个考点也要中间去掌握 基本上啊 还是以选择题为主 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好 那材料里边配合比设计参数我们去了解了 知道了它的考点 接下来呀 咱还有一个叫什么 VC值啊 VC值表示它的工作度 其实就是知道它的干湿度 也就是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说调内容 说内容之前 来先做道题吧 我们讲了半天了 讲了15分钟了 来做道题 缓冲一下啊 提到的是什么呀 天然杀石料的时候 三级配的碾压混凝土的杀率为多少 三级 三级能选三吗 不能 原什么 三不是三 二不是二 到底二八分还是三级 还是三七分呢 三级所以是二八分 原则是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三十二 选到的是B选项 那么如果这道题改为二级的话 你选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三七分 百分之三十二到百分之三十七 这样的要点 是吧 这道题选到的就是B选项 OK 不考人工杀 考天然杀 考什么人工杀呀 加上那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啊 还让你做一个计算题啊 嗯 水利卡计算题 涉及到案例题 考你相对一些计算啊 好 那么我们涉及到的这个配合比就说完 接下来关于材料呢 我们就刚才一直在强调的 它的干湿度 它的控制 因为干湿度是它的工作性能 工作度的一个控制 所以呢 在这儿要继续明确啊 提到碾压混凝土的干湿度 一般用VC值来表示 VC值来去表示它的工作度 那VC值太大了也不好 太小了也不好 如果是初几口 你控制到的这个VC值 大概的范围是什么 多少 我说的是初几口 谁给我了个2到12 陈阳 是2到12啊 我说初几口 我说初几口呢 初几口是2到8呀 如果是现场 才是所认识到的2到12了 这个不就是前后知识呢 咱们的一个回忆和光联系吗 好 那么到底这个2到18 还有我们所设计到的2到12 怎么去测呢 代表的它们的一个范围值 是什么 一个现象的怎么样的描述呢 我们就给出来了 其实2到18或2到8或是2到12 都是表示的是什么 干湿湿度的 比2秒小的 比我们所认识的8秒大的 比12秒大的 这些呢 都是VC值大或小的表态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啊 如果这个VC值太小 表示的是什么 VC值太小 来回答一下啊 就说呀 我不是要在特定的情况下 什么震频率啊 什么压强啊等等 震到它表面泛浆吗 如果呀 我随便一震 一秒钟 它都泛浆了 就说明这个浆液是比较多的 对吧 挺好啊 一秒钟 或者说呀 我本来应该碾压三到四遍 我碾压一到两遍 在相应的时间内 它就给出来了 我们的泛浆了 那么就说明 它的水太多 或者说我们的浆液太多 浆液太多 那整个的泛河 它就太湿 还是太干 对太稀了 就在这儿不能太稀 叫太湿了 叫干湿度 所以你在这儿不能说稀 叫湿 好吧 所以它是表示的是太湿了 那么震动年 此时你由于你太湿了 就是寒的水比较多 可以这样简单的一个认为啊 那么咱们的什么震动年 易陈线 难以正常工作 啊 这是要的第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VC值太大 也就是说呀 三到四 三到四遍 碾压三到四遍 很可能会出现什么 那么该你此时啊 你应该出现表面泛浆了 但是你就是没有出现 就是没有出现 你很可能再去花费更长的时间 或者说我再去碾压 更多的变数 才出现 那就说明你这个水太少了 弄半天你就出来 就说明水太少了吗 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 就表示的这个太干 VC值太大 就是太干 干什么灰浆太少 骨料架空 不宜压实 那么你架空了 骨料架空了 你还能压实吗 那么你的孔系就比较多了 能压实吗 它是不宜压实的 啊 所以在这个点上 要去明确 大小的问题 汇取相应的描述即可 这个描述并不是计 不是计 是要根据下边的干湿 干湿实度 去联想 抓一些关键字词 就可以了 太小 就是太湿 那么我们所提到的太大 就是太干 OK 在这个点上 要去明确 好吧 所以在这个呢 是相应的 会描述就可以 那么重点 是在下面 啊 下面就给出来了 太大了不好 太大了不好 太小了不好 太干了不好 太湿了不好 我们的明显就在这儿 叫干湿实度 比如说2到8秒 比如说2到12秒 那么他们的描述 既要有定量的描述 还要有定性的描述 这个定量 指导的是变顺 碾压三到四点 你这个不是要去碾压吗 所以在实验前 要确定相应的参顺啊 对吧 这个碾压的变顺吧 碾压三到四点后 这是提到的第一个点 第一个定量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些定性啊 混凝图表面有明显的灰浆密出 那么怎么测位置纸啊 不就是表面翻浆吗 在这儿有明显的灰浆密出 接下来表面的平整润湿光滑 你表面是怎么样子的呀 粗糙的吗 不是 是平整润湿光滑 代表着它的密实性吗 好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下看啊 说年滚前后有弹性起伏现象 年滚的前后 有稍微的弹性起伏的一些现象 而这个才是代表的是 它的混凝土的土料 是干湿湿度 这样的表述 那么再次注意啊 你前边的三到四遍 可不可以给我改成一到二遍 或者说四到五遍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是我们所认知到的 碾压参顺 必须在这样的变数下 得出来相关的一些现象 才代表的是干湿湿度的一个点 好吧 什么明显啊 什么表面的平整啊 年滚前后有弹性的起伏现象了 这个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因为这一个也是常识性的表达 这是我们所调的第三个常识 第三个常识哈 来吧 第三个常识来 前边我们所认知到了 有两个常识 一起来回忆一下 第一个常识提到的是 土料土料 含水最重要 含水量是中 手握土料能成团 手指搓壳成碎块 这是提到 含水量的湿度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就是混牛土 它的震实现象 震实现象啊 我们前边三三的 我给你拿时间 我们一起回顾了啊 什么不再显著下沉 不再有气泡 表面出现一层 薄而均匀的水晶 这是我们提到第三个 干湿湿度 那么干湿湿度 它代表的是黏黄凝土 如果考黏黄凝土 考你这样的一个描述 还是OK的 那么它的核心得分点 就是什么三到四遍呀 明显呀 弹性起伏现象啊 这样的一个考点 好 再次强调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给到的知识 常识 积累起来 有学员又来问了 山老师你说了半天 这也需要我记 那也需要我记 那我考试过往中 他不考怎么办呀 需要你记的东西多吗 来吧 还有如果有学 回答这个问题啊 算记的东西多吗 课不多啊 我讲了半天了 我讲了一个小时了 我终于说 这儿可以去考案例了 那儿去记了 前面考选择 有选择的技巧 有选择的分析 这儿你要学到深度了 所以在这个指点上 你要知道 所有的考试 都会有难度的 要不然 他为什么给你五万 不给你考一个 随便的一个证书 给你五万呢 为什么给你五万 给别人五千呢 因为他不好考 因为他难考 所以你该付出 啊 知道了 别说我让你记了三个 你就不开心了 你得开心 记完三个 万一今天真考一个呢 这四到五分 拿到手了 多开心呀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 知道的材料 那么材料里边 跟大家提问 那么整个的 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除了材料 就是施工了 是吧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涉及到的 就是施工控制 我讲了一个小时了哈 不考正常啊 考了你就会行 对 好 那么我们 讲了一个小时了 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 应该会跟大家去讲完 所以我们休息五分钟 八点 咱们再开始 五分钟哈 他们学院有什么问题啊 五分钟 八点 我们继续往下讲 去年考试 看着都面熟 就说明你听 至于你是不是听我的课了 是不是你就听过 我的一遍的课 后边忘了跟着我走了 所以你看着都面熟 但是不会答 为什么 因为你缺少阶段 你光听了知识 你忘了自己实战了 那么最后上战场 就不行 是吧 前面说的 0.7在哪里 前面说的0.71 在耐久性那一块 第一章 第二节 设计 设计应该是在 第二个主持点 合理使用年限和耐久性 今年啊 对 今年我必须这样进奖 大家你必须过 毫无疑问 必须过 去年自己顾分 102 1789 为什么呀 去年是20年吗 20年是不是 我没有给大家进行顾分啊 是吧 大家不是那个 小凤 是不是 我没有进行顾分是吧 因为我们20年那个真题出的比较晚 所以没进行顾分啊 你也是零基础 荣荣说零基础听着有点吃力 哪些吃力呢 你过的108 十几95 我没顾分 我争取啊 咱们争取以后呢 水利的真题早点出来 我带大家一起顾分 其实我是自认为哈 我的估分标准还是比较严格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学员都会比我给出来的标准 估分都会要高一些 没有 对因为咱们没估分 20年就是没带大家估分啊 刚才荣荣说 我们提到的说听力有点吃力 是哪里吃力呢 嗯 是你有没有跟着我前边 学其他的大班课呢 如果我相信你如果是跟着我 一步一步脚印走过来的 你已经进入到了水利的世界 我们还是可以跟得上的 如果说你今天来第一次听课 那我希望你再下来 还是要花费一定的功夫的啊 比如说我讲完这节课 你哪有点不会 自己做个标记啊 我们下来再去听 就可以了 因为大班课我讲的是很重点 它的变化呢 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所以你要挺起来 好吧 刚才荣荣给到我的点啊 正常我顾分 咦 是吗 你们怎么估的呀 是根据网上的估的吗 我们好多人估分啊 为什么你从哪估的呀 今年书会不会大改 不会大改的 不会的 照着二件改吗 二件改的是原理 原理没动 考点没动 动的呢 就是一些措辞啊 一些逻辑的分类啊 等等啊 会改 但是不会大改 我一天学习都不吃饭 春年你这么厉害啊 金奖班还是你吗 这个君帅 听得我的习惯 就可以去听我的金奖班 如果不习惯 可以去听盛老师的啊 很可能我们两个一起讲哦 我们有说连续考考了好几年了 都差这么几份 为什么 哎 高紧 高警权 嗯 高警权哈 那个来跟你说一下啊 学员如果是真出现这样的问题 说我考了好几年了 越考越差 为什么没过 啊 为什么没过 提到 我希望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下来总结一下 甚至你不会总结 你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啊 我来帮你去总结一下 你说一下自己的现状 我来看你到底差在哪里 或是到底我们走的弯路是在哪里的 争取啊 在21年 你先给自己总结一下 自己差到了哪里 错到了哪里 然后21年咱们再慢慢去学 因为你有基础了 所以你在学的时候 不是说特别慢 你很可能比一些人都会快 但是前边你千万不要少了总结 好吧 刚才 刚才刚才 我们这个 警 警什么来着 sorry啊 警权 明确了啊 明确了 一定要注意 好吧 总结 总结啊 必须自己去写一下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不会的 还找我 找我啊 说今年可能扣分太延了 第一个扣分可能会延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去估分的时候 因为没有 我没有带着大家去估分 很可能我们学员会这样去做 平均每一问多少分 或者说我们给自己估的这一问的话 给的分太大了 所以会出现你估的100分 但是你最后得了90分这样的差距 那么还是希望呢 如果是真的咱们拿到的题比较及时 由我来带大家一起去估那个分 就是给到较为标准的一个得分标准 这个比较更好一些啊 是哦 好 那么我们01了啊 我先继续了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给大家答疑啊 是 看来大家特别喜欢我给大家答疑啊 呃 我如果 后期 有时间的话 可以申请一次 给大家做这种 学习方法的答疑 是没有问题的 专门给咱们水里需要做 啊 好了吧 好 那么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了 OK 今天我们到这啊 我们先给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些知识的讲解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前边我们提到了施工质量控制的要点 不仅包括材料 还包括施工 那么看完材料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施工 那么对于施工的话 它肯定有不同的施工工艺流程 所以第一个就要掌握到的 就是什么 卸料 平仓 碾压 这连续的工艺流程里边 大体的这些控制事项 那么这一些控制事项 你仍然是回忆理解就OK 好 来看 第一个 卸料平仓碾压 主要保证的是层间的结合良好 因为我们要进行的什么 分层碾压 不管是RCC还是RCD 它的核心关节都是分层 所以层和层之间 肯定是要结合良好的 这个要点是没有问题 重点你是关注到 前边这个施工工艺流程 作为相关的要点的 所以结合良好 OK 那么下面呢 就是一些大年上的表达 什么铺料 卸料铺料的时候 这个厚度要均匀 减少物料分离 使层内壶凝土均匀 以力充分的压实 没问题 就是对于材料这一块 咱要去做到更好 才能更好的 去为这个施工做准备 什么减少物料分离 前边一直在说 所以对于这一些大面上的话语的话 简单去了解就OK 它出题的概率是超级小 那么具体的 它会怎么去出题呢 就是下面的具体的控制措施了 那么这些具体的控制措施 并不是说 哪一点都是需要去掌握的 你会去举例子 一些回顾 一些举例子就可以 来看第一个点 避免层间间歇时间长 防止谁发生 层间间歇长会出现什么 比如说超过了出凝时间 会产生什么点 冷风 对不对 施工风 051 跟我呢 超过了出凝时间 超过什么风 冷风 施工风 你是故意预留的 冷风是什么 你不应该 你这样做了 那就是超过的事 冷风 所以第一个点 和前面我们所涉及到的 平仓震倒 是不是 入仓铺料 那块完全冒钩了吧 所以第一个点 又是回顾 看第二个 说防止骨料分离和半合料过干 骨料分离一直要防止 那么骨料分离 我们前面 为了防止骨料分离 你可以采取的什么法 后退法进行卸料吗 一样的点 那么再有 说和这个半合料过干 半合料应该怎么办呢 干湿湿度 如果过干 很可能架空 不易压实 所以你肯定不能过干 第一条和第二条 第二条是不是跟材料挂钩啊 没问题了 来看第三条 第三条前面提到了 减少物料的分离 因此你对于这个泄料高度 要进行准备 说泄料的落差 不应该大于两米 那么堆料的高度 不大于1.5米 两米 两米哈 两米前面我们讲到 什么出现两米了 运输 运输的过程之中 这个泄料也不能大于两米 一旦大于两米 咱们有相应的缓降措施进行处理吗 所以这个两米是不是回顾 是啊 所有的只要是一样的知识 一样的表达 那么它就是一个回顾 回顾就是加深前标知识的一个印象 不增加你的量 增加的是深度的印象 下落的高度两米 主要说二七混凝土也是两米 所以啊 什么如果太高了 应该怎么办 缓降这个落差基本上控制到的都是两米啊 两米 人身高基本上最高的啊 除了什么姚明之类的啊 特别高的 两米就挺考的了啊 这个两米要点 好 那么堆料的高度呢 是不大于一样物美 因为这个堆料 它也会坍塌 等样的一些现象 所以对于高度这儿进行了一个量化的准备 好 这是我提到第三个 那么前边一二三会出现像样的新知识 会出现考点吗 如果考考你前边啊 那么接下来可以去出新知识的 就是下面提到 入仓混凝土及时进行摊铺和碾压 入仓铺料 平仓震倒吗 但是它这不是震倒 它是什么呀 碾压 那么也要及时进行碾压就可以了 那么碾压的目的是什么 来考考一下啊 碾压的目的 一直在说碾压碾压 碾压的目的是为了让混凝土更加密实吗 这是它的目的 因此你就是要控制一下 来检测一下 这个混凝土到底密实不密实 哎 下边就给到了一个点啊 说相对压实度是评价混凝土压实质量的指标 这个提到叫相对压实度 或者说相对密实度 这样的要点 啊我们需要说相对密实度相对压实度 那么和前半的压实度密实度是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吗 是的 它们都是相应的密度之比 它们都是一个比值 为什么在这有相对的一个点呀 就是因为在这儿咱涉及到的叫碾压混凝土 啊 并不是你前面值得直接提到的那个土 啊 你说碾性土是最有含水量和压实度 它来去控制 那么在这个干瓶的混凝土 年压混凝土的话它叫相对压实度一个标点啊 这个啊 它们的计算没有区别 但是措辞上要跟前面进行一个区分 它毕竟不是土啊 不是真正的这个年土 好 在这个点上要注意啊 谁是它评价的指标 那么咱们的考题呀 不考你前面了 因为考你前面的话 直接去考你土就可以了 会考你后面的数字表达 对于建筑物的内部 相对的压实度不得小于98% 对于那对于我们的外部啊 不好意思啊 外部是不得小于98% 对于它的内部不得小于的是97% 你压实度越大 那么带着它的强度等等 各样性能越好 因为咱们提到外部 你要受到冲刷防冻啊 等等限制 所以它肯定要是大的 这是第一个点 大小的判断 我们是从外部和内部 它的各项性能的要点入手的 好 这是大小的问题 我明确谁大谁小啊 外部大 内部小 第一个点 好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点 大小知道了 到底是97%98% 还是99% 百分之百呀 哎 我们就给出来啊 特别爱说 七上八下 哎呀 今天我估了个分啊 正好96 我就一直在等着 这个分出来不出来 我这心呢 忐忑的不行 天天的七上八下的 甚至做梦就在梦 我过了没过了 是吧 你还说这个七上八下 我最不 我啊 希望我的学员啊 不要出现这个七上八下 因为我们估播的时候 就估到100了 那么你考不过的概率 是超级小的 所以你要踏踏心心的 去学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儿啊 并不是七上八下了 叫七内 八外 啊 七内八外 七内就是97%内部 八外就是98%外部 这样的一条件 好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措辞 咱既了解了 它的大小的原理的问题 又get到了 有关的巨缓的数字的问题 那么在做题的过程之中 一定要知道啊 做题的过程之中 再次强调一下啊 再次强调一个做题 就是你到坟青 它到底选的是内部还是外部 好 我们学而给到吃里扒外 好 非常棒啊 七大姑八大蚁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你看我们的七和八 这么受欢迎 那么在水里边考着一分 你得拿下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考题目的第一个点 那除了这个要点以外呢 下边还有第五个和第六个点 第五个 这么大片知识 这么大片知识 你用从头看吧 不是的 好 一一来带着你去学啊 前边咱们提到了一个结构形式叫什么 结构形式叫什么 最最普遍的叫金包银 对不对 外边 外边是常态混凝土 里边啊 是碾压混凝土 这个是碾压 这个是常态 但是呢 咱们是进行什么呀 分层的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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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来进行的 是不是 那么它们的结合部位 是不是要去同步走啊 它们的结合部位肯定要去同步走的 那么由于这两种材料 它们所认知到的凝结硬化时间会存在 这是我们提到的初凝时间嘛 可以这么举去了 初凝时间会存在的差异 所以它们会希望外加剂的存在 外加剂不是前边我们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它的配合比参数之一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来设计一下 那到底是常态混凝土块 还是碾压混凝土块呢 提到 常态混凝土和碾压混凝土 区分在干贫 而它的凝结硬化时间 主要取自于胶凝材料 这个水泥 如果它的水化热 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就快 如果水化热比较小 那么它就慢 啊 所以咱的碾压谁慢 CYHU 谁慢呢 它水泥少 热量就小 所以谁慢 碾压混凝土 它要慢 那么常态混凝土 它要快 两者 如果要同步进行的话 它们两个得一体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给常态混凝土 就应该你太快了 应该慢下来 所以添加那个外夹剂 就叫做缓凝剂 这样的腰点 OK 啊 在这个腰点上 再次允确 这就是我们所调的考点 这么大一句话 看什么 你要从本质上入头 为什么要去同步进行 因为它是分层碾压 往上走吗 对不对 因为它是金毛银的材料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它们会存在 谁快谁慢的道理呢 因为它们的配合比不一样 因为它们对于各个材料的量把控不一样 因此你给常态混凝土加的就是缓凝剂 看前面提到什么高效缓凝剂 两个相差四小时等等 这些都是在描述它 描述它这样去做就可以了 就掌握这一点 那些念半天念过去 无所谓 因为这个无所谓就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在它说什么 我当然无所谓的 万一考了呢 让你去选这个外夹剂 而外夹剂又是我们所真知道的 碾压混凝土的配合比之一 为什么有配合比 为什么是配合比参数 因为它要同步进行 金包饮 所以在第五点 咱们去掌握这一块就可以了 这一些不需要你太多的去分析 好 这是第五点 接下来来看第六个 第六个呢 就是你要去检测了 那你检测啊 你得说什么时候检测吧 所以在这儿呢 有检测方法和检测频次的一个呈现 说每一个碾压层啊 至少有六个不同的检测点 每两个小时至少检测一次 两个小时哈 不是四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检测一次 这个压实的密度啊 可以去直接用核子水分密度移 斜坡的密实度 还有我们所提到的加速度 加速度计等方法进行检测 在这儿说压实密度 你不是说压实度吗 你怎么又压实密度啊 在这个点上啊 并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它都是说压实密度压实度 可能呃你直接可以去测得的 就是压实后 它的密度M比V 这个呢也代表的啊 所认知到它的一个压实度的情况 那么再次呢 你可以去测各种密度 它的一个比值 这都是可以的 这是没问题的 好吧 他们并没有说 是不是写错了 没有写错的 所以啊 那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你直接可以用核子水分密度移 直接去测它的密度 这个核子水分密度移 和你提到的核子密度移啊 其实在水利这一块呢 都是用的核子水分密度移 主要用到的是同位素 水是什么 水是HRO 对吧 它会用同位素这样的追踪方法 去测得此时情况下 它的压实密度的准确值 啊 这是要来的 那么后边呢 就是测得到它的密实度 无论是斜坡 斜坡啊 无论是斜坡 还是我们测得的加速度 这些呢 都是测得它的是密实度 你这个波的传速 对不对 如果密实度比较差的话 它很可能出现这个波形 它的一些不规律啊 等等要点 是吧 啊 这就是密实度 那么加速度呢 其实它是一个自由啊 自由的百度的频率的问题 自由百度 什么加速度啊 它的自由百度的一个问题 摆动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比较密实 它自由百度肯定比较小 如果是有空隙架空现象 它的自由百度就会比较大的 啊 所以在这一块点上 这就是提到的一个加速度的问题 啊 它们后两个重点设到的是密实度 而前边才是对应的 我们所有人知道 这个密度的同位素的一个追踪方法 去提到的 好 我希望我们学员到此就结束了 三种方法了解到这就OK 好吧 好 你了解到这了以后 但是我们的考题过程之中 并不是说上来去考你这三种方法 考你后边的 目前较多采用的是谁 你提到前边提到的啊 说我们测这个干密度的时候 你用到的有环刀法 还有灌水灌沙法嘛 挖坑灌水灌沙法 去测它的干密度 对吧 那你这干密度不就是求这个压实吗 跟压实度挂钩的 还记得吧 我们的干密度比上基石最大干密度 就提到的压实度 所以啊 在这提到了 就是挖坑填沙法 一是一样的吧 用到最好多的 然后呢 就直接去用这个盒子水分密度仪法 去测这个压实密度 也是OK的 因此 它这个压实密度到底怎么测 第一个 就是和前边一样挖坑填沙法 那么第二个 就是盒子水分密度移法 这两种掌握就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测听方法的要点 好吧 好 在这儿又有一个方法的呈现 可以去出想要的一些选择体 好 那么到此呢 咱们整个的这个施光 它的质量控制里边呢 要点我们已经跟大家去说完了啊 我们在这儿呢 就提到了一个给到 我们给到的相关的点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挖坑灌水灌沙法 还有一个盒子水分密度仪 简单的聊点 主要说老师 可不可以写成挖坑灌水灌沙法呢 如果写成了 如果是按例题 它不会去给你减分 如果是真正的选择题的话 那你要注意了啊 两者出现的时候 肯定有一定的区分 那么在这儿写填沙 你就选填沙就OK哈 灌水灌沙法 如果按例题会给你分的 陈年啊 好 那么我们看完这个挖坑灌水灌沙法 和相应的一个密度仪法 接下来我们这几步 就是关于蟹料啊 平仓啊 碾压就说完了 除了蟹料 平仓碾压以外 对于混牛土还有什么 混牛土还有什么 混牛土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养护嘛 好非常不错啊 也就是我们后边提到的 碾压混凝土的养护和防护 19年的案例题就好了 那么20年它进行了稍微的变更 但是核心的关键点没变 好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又提到了养护和防护啊 前面边咱们涉及到了四处 啊 1234 四处 三处了 这是第四处哈 第一处面板 第二处普通的 第三处大体积 第四处碾压 四处混凝土 好我们来看具体的这个养护和前面的内容 有没有相通的知识呢 来看第一个点啊 说施工过程中碾压混凝土的舱面 应保持湿润 这个没有问题 舱也保持湿润 对吧 第二个 大方干燥高温气温下 进行施工的时候 你应该采取一个舱面喷雾措施 防止混凝土表面的水分散失 在这儿啊 有一个舱面的喷雾措施 这是提到的施工过程 但是前面我们没有提到 我们一直在说 施工完了以后 我就进行养护怎么滴怎么滴 对吧 但是在这儿提到了一个舱面的喷雾 在施工过程中 为什么 因为它是干硬性贫和凝土 水分的量比较少 所以它可以流失的量 一定是比较少的 因此当这种特殊的环境存在的时候 你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保证它的水分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采取的这个措施就叫做喷雾措施 你不能直接放水 因为我们要保证的外水 你不能流进去啊 因为你直接放水 很可能你就多了呀 所以它用舱面的喷雾措施 这样的一个要点啊 用和配合比和我们的用水量 完全挂钩的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那么因为前边都是在施工完了以后 咱进行养护 浇注完了以后进行养护这个脸 这个适用过程中 你要进行的一个特殊的养护 但是它的措施是一样的 舱面喷雾 对吧 好来看第二个 说正在施工和刚碾压完毕的舱面 应该怎么办呢 应防止外来水的流入 因此你直接给它喷水 可以吗 直接洒水 可以吗 不可以 正在施工的 不可以 刚碾压完毕的 也是不可以的 刚碾压完毕 我们还没有强度呢 很可能你进行水了以后 把它给冲破了呀 对吧 冲坏了呀 等等都是OK的 因此在这儿 第一条和第二条 它的描述几乎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用水 因为我们要有藏而抗物 因为要去保证 防止外来水的一个流入 我们需要给到配合比的一个限制 好 所以第一个和第二个 还有一个特殊的子在 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说保湿养护 保湿养护 其实用到最多的还是洒水 那么洒水呢 肯定要和时间挂钩了 提到一个时间 是混凝土 中宁以后 应立即进行洒水养护 啊 中宁以后 因为它是碾压混凝土 所以你应该等待的时间 是中宁后 再进行洒水养护 不是你什么 六到八十八个小时 什么一天 或者什么 我们急早 什么三小时 这样的措辞 全是不是的 我们提到的就是中宁 这样一个现象啊 或者说这种状态的一种描述 中宁后 你才可以 加时间不行 早了不行 因为它会破坏 因为它很可能影响 它的一些配合比质量要求 所以在这个要点 提到中宁啊 一个不一样了 又不一样 其中呢 水平施工缝和冷缝呢 我们洒水养护之上一层 年红凝土开始铺住 这个没问题啊 那么永久外漏的呢 亦养护在二十八天以上 这个是一样的 没有特殊说明 它给到的都是二十八天以上的养护时间 但是在这儿有一个特殊的 是中宁后特殊的一个时间起点的问题点 啊 碾压混凝土的养护和防护 就跟大家说这三点啊 这三点 有一点 也有相同点 它的一点就源于本身的这个碾压混凝土 是干瓶混凝土 它的性质点 好 那么到此呢 咱们所认知到的 这个养护 粘压混凝土的养护 说完 我说总共包括四处 那么我在前面已经答应大家了啊 说我讲完所有的 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 这个表格就是一个对比啊 那么这个对比呢 它是从相关的方法和时间来走的 那么它的方法和时间主要分区分的 就是常态混凝土 粘压混凝土和混凝土面板 好 我们来看具体的点 在常态混凝土里边呢 我直接给到的啊 把大体积混凝土也放到这了 也就是说大体积混凝土是冲出凝后三小时 它是进行保湿养护的 它给了的出凝后三小时 不是出凝 出凝你等待多长时间呢 也没设计 对吧 啊 也没设计 所以在这个点上给到了一个三小时 那如果不是大体积混凝土 普通的呢 要么跟这个混凝土 它的一个流动性挂钩了 如果是塑性混凝土 你等待的是六到十八个小时 进行洒水养护 如果是低塑性混凝土 完毕以后 先进行喷雾 喷雾保证 它的各个强度以后 才进行洒水养护 啊 所以在常态混凝土 这个方法这儿 咱重点关注到的是 保持这个洒水养护 它的一个时间的起分点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提到的第一个常态 那么我们先去看方法啊 那来继续往下看 年爱混凝土 知道的是什么呢 中凝后 你再进行洒水养护 那么有趣而就说 中凝后 前面说出凝怎么滴怎么滴 焦度完毕后 怎么着怎么着 你这中凝后 因为它们都是 旗帜时间不一样的呀 因为它们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常态和碾压能一样吗 啊 所以在这个点上 你要注意 它是中凝后 才敢进行洒水养护 啊 那么如果是混凝土面板呢 咱们没有给出来具体的一个 实践上的一个 旗帜点 但是呢 给了两种方法 一个是保温 是草袋 一个是保湿 用喷水 就可以了 啊 所以这样的方法 你要去看 它面对的 这个混凝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你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区分 就可以了 那么在我们方法这儿 有简单的一些区分 那么在时间上呢 其实呢 我们给到 无论是常态 还是碾压混凝土 基本上都是28天以上的 这个28天 它的应用 那唯一的一个区分点 就是在这儿啊 混凝土面板 是至少90天 或者说 从初凝开始 直到蓄水为止 啊 这样的一个措辞 实践上的表达 啊 所以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格呢 我希望我们学员 把相关的这些 混凝土的养护 一定要注意 它们有本上的一个区分 也有本质上的一个联系 啊 那你比如说 本上的区分 就是混凝土面板 它主要涉及到 就是防肾 而且它的体积 是相对于比较小的 是不是啊 相较于你这个大爸爸 因此 它的养护的时间 是90天 它或者说 直到蓄水为止 这样的表点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本质性能上的一个区分 和前边 那么它们之间 本质上的一个相通呢 就是要么是保温 要么是保湿 保湿的时候 一定是有 具有一定的强度以后 你才技能行 相关的喷水保湿 那么怎么着 去等待这个时间呢 哎 要去看前边 这种混凝土 到底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 一个混凝土的 养护的表格呢 把整个的四大类 混凝土 它的养护出现的频次 以及考点 就拿说完了 可以去考到你 就是方法的一个举例 可以去考到你 时间上的一个判定 好 我们给大家举例 就完了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下边一项工作 就是前面说了半天了 来吧 做题 试试看 好 来看第一道题 VC值是评价 碾压护凝土的什么指标 VC叫什么 干湿度 对 选B选项啊 也要注意 什么湿密度 压实度和均匀性呢 湿密度 M比V 对吧 压实度是一个比值 那么最后的均匀性 是可以看出来 或者说我们通过 其他的方式 钻孔棍 钻孔取样等等 来去了解的 好 所以这道题 选B 再来我们再往下看一道题 数字的题目 考你的就是相对压实度 是评价它的指标 那么内部 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啊 一定要看好 是内部还是外部 内部又比较小 七内八外 所以选到的就是 百分之九十七 选B选项 如果是外部的话 你要选到是百分之九十八 所以对于这样的数字 你一定要学会的是会 准会 准会啊 别到时候一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 给我选错了 我可就生气了啊 我可真生气啊 你我其实生气的是我会生气 但是你应该是伤心 好 那么来看下面的一道多选题 说我提到 碾压护凝土的压实密度 目前较多采用的是谁 我提到压实度压实密度 较多采用的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你认识到的 挖坑填沙发 还有一个核子水分密度移法 就是A和D 那么对于什么斜坡 斜坡啊 密度计 还有加速计 也是可以的 但是用的比较少 那后边的钻孔取样 并不是去测 它的压实密度了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后边我们还会拿去讲 好吧 所以这道题选到的是AD 好 那么到此呢 咱们整个的控制要点 也就是影响它要素 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要学第二个 叫控制手段 你前边啊 一直在说一些举例的措施 或者说达到了一些目的 或者说给出来一些 因素的描述 倒是呢 我们到底测什么 用谁来去测 怎么去测 控制到的目标是什么 哎 接下来就来去看这个 控制手段 来看一下啊 这个叫手段 上边的叫要点 对吧 好 来看这个手段 这个手段呢 其实包括的内容并不多 但是它出题的概率频次 是超级高的哈 首先来看 14年这个单选题 就出现了上边这道 这句话 这道什么 在碾压和凝土生产过程中 常用微逼移测得 碾压和凝土的稠度 以控制相关的配合比 啊 那么这句话就考到了 用什么去测什么 用微逼移去测稠度 微逼移测到的这个稠度 是用什么来去表示的呢 哎 就是我们用看到这个 这个什么 震动平台 你测得的什么 测得的当它泛浆的时候 用到的是时间 所以这个微逼移测稠度 也是时间的 啊 因此我们就给到了啊 它到底为什么叫稠度啊 就是指浑草土的报复物 在微微薄稠度移上 微逼移里边去镇止表面 水泥泛浆的时候 或者说表面出现水泥浆液的时候 所需的时间 也是以S为单位的 和前边的VC值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段数 你该按哪个标准来 按哪个标准来 好吧 啊 因此是一样啊 那么看到它的干湿度 你控制的是什么 干湿度属于材料 还是施工 属于材料啊 干湿度是不是跟水挂钩啊 单位体用水量啊 单位体用 单位用水量 是不是它的配合比之一啊 因此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配合比啊 这一句话里边考你一届 考你测得的项数 或者说达到控制的这个目的的内容 你都不会错 因为我们前面学过了 是吧 第一个点 来看第二个 那这是在生产过程中 在整个碾压过程之中 碾压达到的是密实度 对吧 在碾压过程之中 你要测得的是什么 用核子密度仪 在这一块是提到核子密度仪 和前面的核子水分密度仪 是一样的 你要测得的是密度 测哪些啊 测得的是湿密度和压实度 那么压实度 你就可以进行的一个比值了 如果是压实密度 我们就直接可以去测到了呀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压实度呢 进行一个比值的换算就OK 所以你这个核子密度仪 当然就和密度挂钩了 湿密度在这叫压实度 这个也是我们所调考题 这就是碾压过程之中 你要用到的点 好 碾压过程之中 用到这两个啊 那么这两个 它的目的是什么呀 碾压 你要看它碾压的密实不密实 那么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均值性 我们的均匀性 就不是均匀啊 均匀性 就是碾压层说 它的均匀性是怎么的呀 对不对 它的均匀性 是这也是完全均匀吗 这一块那一块 指导的一个需要点 而是他们两个的 值来去对比一下 都是OK的 在范围值内 可以认为是相同 那么它的均匀性 就是可以的 因为你知道压实到一定程度 才是OK的 这就是碾压过程中 说压实度 是不是计算出来的 必须啊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 我们前面学土石吧 那块就提到 压实度怎么计算出来呀 干密度 比上基石 最大干密度 干密度 可不可以 和你的湿密度挂钩呢 那必须的 减去除以 就得到了相应的干密度 简单知道一下 他们是稀稀挂钩的 可能知道 其中的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去 get到其他的 对到相应的 压实度的一个点子 所以在第二个里边 提到了 用什么样的仪器 用核子密度仪的仪器 测得出来的这个项 叫湿密度和压实度 他对他什么进行控制 对他的均匀性 进行控制 他说 对他的密实度 进行控制 但是我们的密实度 不这样表达了 他叫做均匀性 这样的一个措辞 好吧 好 这是条第二个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但是你在碾压 是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碾压过程 可以分层一层的碾压 是不是 因此呢 它会存在一个 频次的问题 简单看一下 100到200平方米的时候 有一个检测点 每层三个以上的检测点 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往下看 测设应该在 什么时候进行 压实后的 压实后的 一小时之内进行 并不是说我压实 我等等 等了好长时间 我在这进行 不是的 我们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是压实后 一小时之内 就该去进行 这个湿密度 和压实密度的 一个测定了 在这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表面型的 核子水分密度仪呢 应该在现场 可以用相关的 挖坑田沙法 或者说标样法 进行律定 这个律定指的是什么呀 你交合一下 它出来的值 到底对不对 对不对呢 就是你可以用 这种现场 用到比较多的 挖坑田沙法 还有这个标样法 要去律定一下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第二个 在碾压过程之中 需要你去掌握的 是最最核心的 这一句话 用什么 测什么 控制 它的什么性质 好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第二个 一个材料 一个施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碾压混凝土的 一个强度了 说到混凝土 肯定你要想到的 它的强度 它的强度 一般用C30来表示 你知道C30的意义 是什么吗 提前下课呀 但愿我可以哦 C30的意义 是什么 C30是FCU 大约等于30兆帕 小于35兆帕 那么因此 C30代表的 就是混凝土的强度啊 对吧 混凝土 奈何强 耐久性 和异性 强度 那么在这儿 提到的是 工作性能 就是VC度 VC值 或者叫VB值 它的一个决定 是不是 还有它的耐久性 在这儿没有设计 但是呢 我们提到了 强度是要有的 因此在这儿 咱就要去看 第三个 就是强度 那么这个强度呢 提到在施工过程中 你怎么进行控制啊 我怎么看这个强度 到底是C30 还是C C几零 C几零 这样的一个要点呢 到底这个强度 满足不满足要求呢 并不是说 我直接去测这个强度 或者说 我通过什么 做个试块 我去测的强度 不是这样的 在碾压后凝土呢 你用到的是一个 监测的密度 来进行控制到 用这个监测密度 来去对应它的强度 这要注意 好吧 这就是我们在 一二年的单选题里边 让你去找出来 这个控制项 到底是什么 因为在前边 已经提到了 提到 稠度对应的配合比 是不是 还有我们给到的 湿密度和压实度 对应的均匀性 那么强度呢 强度就对应的是 监测密度 这样的要点 好 河南的奈何强 是很像的 这个就是对于材料 它的各个控制手段 以及控制的项目的要点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所涉及到的前边 这三个 那么前边这三个 说完以后呢 我们还会跟大家 说一种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呢 也就是我们认知到的 19年和20年的 这个选择题 最常说到的 叫钻孔取样 是评价整个碾压 混凝土质量的 综合方法 第一个要点 前边呢 不管是均匀性 配 什么配合比 还是它的强度 都是针对的 某一项 某一项 某一项的 是吧 那么谁是 评价它的综合方法呀 就是认知到的 钻孔取样 这样的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就可以 出现箱的一些选择题了 那么给出你前边的各个仪器 然后你最后选到的是 钻孔取样 这样的综合方法 第一个好点 第二个 什么叫钻孔取样 钻个孔 把相关的式样取出来 来去评价这个式样怎么的 来去得到相关的一些性能 好 来看具体的啊 钻孔取样 已经给到了啊 那么具体的这个 钻孔取样 评定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你就看它 涉及到它的项 有哪些 第一个 叫做 新样获得力 新样获得力是什么 新样获得力 是用这个新样的长度 比上进尺的长度 什么叫进尺啊 什么叫进尺啊 我在这挑选一下 进尺就是说 我用这个钻孔机 进去多少 进尺不就是进去多长吗 那你取出来多少呢 如果你进去了十米 你只取出来了一米 就说明你这个指章 是不好的 我进去十米 才取出了一米 很可能就有一些是空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新样获得力 一定要注意啊 是新样的长度 比上进尺的长度 或者这样的一个比之来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 要求明确 因此对于这样的点 它就评价它的 叫均止性 如果它的均止性 比较良好 那么你很可能 就是进去十米 那我取出来 这十米的新样 很可能就是一比一的要点嘛 对吧 所以叫做均止性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压水实验 前面 前面咱们提到灌浆的时候 最爱说压水实验 提到防肾的时候 也提到一个柱子实验 但是它们的点都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测到它的什么 那么压水实验 前面说我测到它的参数 测到它的参数的时候 为什么也会有这个参数啊 因为用抗肾性来去比较的 对吧 因此它都是抗肾 所以压水实验就是评价 混凝土的抗肾性的 什么压水实验 撞孔取样 对不对啊 这些 一个是均止 一个是抗肾 这两个要点 是完全和前面的内容 去对等的 好 来看第三个 新样的物理力学性能 物理力学性能 也就是什么密度啊 等等这样的要点 那么密度啊 体积啊 这样的 我们涉及到的 就是它的均止性吗 对不对 我们给到各个的一个表达 什么这个密度 这个绿 那个绿提到的 就是它的均止性 平达均止性 除了均止性以外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力学性能 比如说啊 什么抗 抗拉 拉压 完全扭 这样的一点 其实扭对于我们所提到的混凝土 还是不涉及的 抗拉 抗压 尤其是抗压强度 还是一个体现的 用综合方法嘛 什么都要有 所以在这儿 直接设到的力学性能 但是唯一在这儿 重复了一个 就是均止性 啊 均止性 是吧 好 那我们这是调的第三个 来看第四个 说新样断口的位置 及形态的描述 那么这个新样的断口 是什么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 那主要涉及到的 就是结合的问题吗 如果新样断口的位置 是好的 就说明它是结合良好的 对吧 所以在这儿说 它曾间结合 事我符合设计要求呢 主要是从它这个 断口的位置 来进行评价的 好 第五个新样的外观 外观粗糙 就说明它密实性不行 均止性也不好 所以这个外观呢 可以比较两个 一个呢 就是均止性 一个就是我们所调的 密实性 好 这个就是综合方法 所谓的综合方法 肯定它并不是一对一的 它是一对多的 对不对 那你要去掌握的程度 就是每一种内容 要评价的混凝土的性能 是什么 这是提到的第一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你还要学会总结 在这五种内容里边 出现最多的评价内容 是混凝土的什么性能 均止性和均匀性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就有区别吗 没区别 格子没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哈 好 居然最多的就是均止性 简单的一个总结哈 那么这个均止性的话 都有谁 首先第一个 新洋活的率 再有我们所提到的 物理力学性能 还有一个外观 那么在20年 我给大家出卷子的时候呢 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 这样的选择题 那么20年他就考了 那么19年呢 我们考到的是整个的一对一 所以这两个层次 你一定要学会 我在这儿再次去强调一下 在这儿呢 我会再去做个提醒 也就是说呀 对于我们的讲义上 很可能我不会去 直接去给出你 这个总结是什么 我有的会给出你 比如说比较难的总结 会给到你 如果一些小的总结 你一定要学会 在你我们的认知中 一定要在你的课本上也好 你的资料上也好 做一个简单的笔记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写上了你就会了 好吧 好 这个就是咱最核心的一个高频考点 好 来到了第三个讲文 第三个讲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它的控制手段 考试评测一下 但是它比较容易混淆 那么我们接下来 再次把那个一对一的三种 通过下边这个表格 一起回忆一下啊 好 就是下边我们的控制手段 生产碾压和施工过程中 我们一一来去对比一下 那么前面一直在讲个综合 来看对比这个 生产过程中 微比仪测稠度 控制的是配合比 碾压过程中 核子密度仪测湿密度 压实度 控制的是均匀性 那么均匀性和均止性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要明确啊 那么在这儿呢 它有一个测定时间 是压实后一小时 测读的频次呢 是给到了一个 我们平方米 每铺柱碾压护凝土 100到200平方米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检测点 每层里边有三个检测点 所以对于它这个控制时间 和测定部位 简单去了解就可以 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关系 除了这个要点以外 就是在施工过程中 你要用监测密度 去控制相关的强度 这是呢 咱一对一的一个总结 由于啊 这个撞孔取样啊 它连着靠了两年了 它又是一个综合的 我们下面会有题来去练习 所以在这儿 咱先通过一个表格 把一对一搞定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整个内容讲完 接下来我们来去做相关的题目了 看第一道题 来吧 第一道题咱涉及到的是什么 我上了就选出这件答案了啊 未必以测粘压混凝土的什么 稠度 选谁 A选项 稠度用来去控制粘压混凝土的什么性能 控制粘压混凝土的什么 我一听性能又说什么什么性 配合比 对吧 一对一要学会 所以搞定了啊 什么干密度 压实度和湿密度 干密度咱们在这儿不涉及 那么如果是压实度和湿密度 这个是我们所调的碾压过程中 你要用核子密度移去测的 主要控制的是谁 这个控制的均止性 我们学说均止性均匀性 它们的两个表达是一样的 对 两个表达是一样的 好 所以选到的按我们A选项这道题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12年 12年这道题提到的是什么 说碾压混凝土的强度 在施工过程中 是以什么进行控制的 谁 强度用什么控制 强度用密度控制 所以选到的是C选项 监测密度 什么钻空几圈压水的实验 还有流制式块 没有设计 不是用流制式块 叫你边施工边做式块来去做的 不是这样的 碾压混凝土是用监测密度来进行控制的 好 一顶好了啊 有一个特殊点 好 这道题选C选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完选择 来去做这个综合性的案例题 就是关于这个综合的方法 小控取样 好 我们来看啊 内容给出来了水电工程 包括这么多内容 规模是中型的 那么给到了一个碾压混凝土 施工过程中 采取了舱面保持湿润等养护措施 什么舱面保持湿润呢 如果大风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舱面的喷雾措施啊 那么在钢碾压或施工过程中呢 钢碾压或施工过程中呢 你应该防止这个外边的这个水流入啊 这第二点 那么在中型以后 你要进行相关的洒水养护 对吧 那么一般的时间都是在28天以上 这就是措施的一个举例 所有的措施并不是死体外的计 你要掌握在原理 掌握在目的之上 能举例子 抓核性关键词就可以 好 接下来再继续往下看 说2016年的9月现场啊 对于完成的碾压混凝土 进行了相关的算空取心 算空取心的项目和评价内容 如图所示 12345 评价内容 EFJ 那么问题就是表中的EFJ 分别代表评价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来看 新样获得率 主要评价的这个意义叫什么 评价混凝土的什么性 新样获得率 均止性 对吧 那么这道题就会了 你说20年那道题你不会吗 案例题都会了 案例变选择 那是必须会的 好 压水实验 压水实验 水挂钩的 水挂钩的就是抗肾性吗 我写的有点潦草哈 你能自己写出来啊 来继续往下看 物理力学性能评价的是均止性 和我们所调的力学性能 这个断面的位置呢 评价它层间的一个结合 是有满足设计要求 外部的描述 外部的描述是什么 外观的描述 外观的描述有两个 一个是均止 一个是密实 所以在这会有两个 一个是均止 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密实 这样提到条件 这个呢 就是咱们在前面的整个 做工具一样 它的一个应用 那么在这呢 我们希望我们学员来去回答一下啊 这个E E你直接写均止性好 还是说评价碾压混凝土均止性 这样的写法 你必要喜欢哪个 你们来选啊 所以我很多学员就说 是老师你老师直接告诉我什么 你得让我来选择 我知道哪些好 那我才能演出习惯 全的啊 因为呀 这是一道题目 已经给你两个 那么就照着这两个 把它给写上来就行了 你知道核心的关键词 学校说 核心的关键词 就是均止抗肾 和我们的均止加密实 这就是我得分的关键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呀 这个 是正常情况下的得分关键 如果 咱们21年 所有的学员 做得特别好 或者说19年 所有的学员都做得特别好 那么很可能 会在你一些 其他无关紧要的地方 给你去减分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写全了 那个减分的人 肯定不是你 被减分的人肯定不是你 这个就要要点 那么有的学员就上来了 珊珊老师 难道你说到的这个多 就是我所有的答案 都要写的字比较多 那我就得分高吗 来回答这个问题 是吗 不是 这个多 叫多的精准 多的好 多的妙才叫多 你也在那 浪费时间 抄本性资料呀 但是你不会再 抄本性资料 会的时候千万别这样 你这个多呀 你得着着那个得分 去多去 好吧 这个要注意哈 到点上 因为很多学员会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就是误区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限制一下 好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F评价 粘压护凝土的均止性 那么E评价 它的均止性 F呢 评价护凝土的抗肾性 G呢 评价粘压护凝土的均止性 和我们所提到的密实性 那么我可能今年 不会跟21年 不会跟大家去讲 安利特逊班 所以呢 我会在我其他的 无论是大班课 还是经典班 还是后边 我讲到的一些提分班里边 会跟大家去涉及 这个安利题 不同的安利题 你的注意事项和陷阱是什么 啊 所以希望我们学员 啊 就是要去做一些 简单的笔记和总结 好吧 争取我们在循序渐进中 把这些 安利题的作题规律 再次去明确和掌握 啊 争取得更大的分啊 对对对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到的又一个类型的安利题目 是吧 好 那么到此呢 其实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结束了啊 好 今年 今天我肯定不会脱膛啊 好 13分钟 那么我花3分钟 我可能能提前10分钟下课了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本节课呢 其实我们去讲了一种特殊的火灵土吧 叫碾压火灵土吧 对吧 啊 认识了他的一些施工工艺特点 再有我们的核心关锻点 就在他的质量控制 好 我们来看呢 简单给大家去进程了一个优先级别的划分 写的非常简单啊 第一个优先级别唯一的就是他的控制手段 控制手段 我们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一对一 一个呢 就是一对多 一对一里边包括三个点 对不对 一对多里边就是钻孔 取样 钻孔取样 他评价的五项内容 啊 取的五个内容点 好 这就是一对一和一对多 逻辑关系有了 那么我们掌握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是控制要点 控制要点里边是包括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是材料 一个呢 就是施工啊 那么对于这个材料里边 咱讲了配合比 有五项 还去讲了他的干湿度 那么对于他的施工里边呢 你核心去掌握的 就是我们所提到了 不同的工序里边 要结合联好 对不对 还有呢 结合部位要一起 所以 你要去给长达混凝土 去添加有关的这个缓凝剂 那么再有呢 他碾压呢 需要有一个相对压实度 或者相对压实度 他的一个控制 其内外外 这样的一个选择靠垫啊 那么除了这个 就是我们会去举出 有关于碾压混凝土 他的养护粒子 会去识别 不同的混凝土 他们的养护时间和方法的一个联系和区分 好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控制要点 好 那接下来 关于我们整个的 优先级别为三的 去了解一下 碾压混凝土 它的特殊 特殊在哪里 比如说 我们让大家 重点去掌握在 这个特殊里边的 这个单瓶混凝土的 VC值 对吧 这是掌握到的 那么对于现场是2到12秒 对于机口是我们提到的2到8秒 这样的一个设计点 好 那这就是我们整节课的内容 整节课的内容 多吗 不多 少吗 也不少 对于一些我们基础稍微薄弱的学员呢 一定要再次去加强一下你的复习巩固 那么对于我们学员说 我的基础还可以 本节课我觉得吸收的挺好的 那么我希望你呀 第一个 你可以往下进行学习 第二个 就是前面我没有讲过的知识 比如说钢筋还有模板 我没有讲过 来 你去自学一下 也是可以的 好吧 因为钢筋和模板变的内容 还是比较少的 预估而一年啊 OK 的确快 没听懂啊 好嘞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好吧 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 那么在这呢 我们主角老师一直在去发一个 发一个活动 希望我们学员如果退下来以后呢 可以去参加那个活动 据说啊 据说据说 还有什么免单啊 抽奖等 那么希望我们花更少的钱 听更多的课 一起参加到我们的水域大军来 跟我一起去背靠 21年一起上岸就OK了 好吗 去参加活动啊 来问问他 拜拜 那我今天就先退下了啊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下周年前的最后一节课啊 别忘了 拜拜 下周四见